大家好,我是Fanny 今天和大家看看 我們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在一次中 Pass QP M11 Papers 首先我分開兩部份 一個是考試之前的準備 一個是在考試期間 我們要做什麼 在市場上有什麼好做 首先,在考試之前 當然,我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很容易去Pass 這個Examination 既然我們給了錢去考試 當然很想一次過Pass 首先第一,我就會想 你是不是應該先計劃這個考試 所謂的計劃 可以看幾樣東西 首先,你接下來想考多少科的Papers 你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所謂的時間 你有沒有足夠的時間 去溫習 或者你上課 或者你self study 這個時間夠不夠呢 還有,這個計劃裡面 都要想一下 你怎麼去讀呢 你是自修啊 上課啊 還有 還有 你的心理質素是怎樣 所謂的心理質素就是 你要告訴自己 我要一次過Pass 這個Examination 你就會邁向這個目標 因為如果連你的心理質素都會告訴自己 哇,這個科很難 每個人都告訴你 哎,至少要兩次 很難的 至少要兩次 你很自然就會放鬆自己 當然,我不是讓你令自己很緊張 但狀態下,你也要告訴自己 我要在這一期裡面合格 我寧願讀少一科 考一科 我都要這一科合格 第二 materials 膝頭上可能你拿著很多東西 首先有工會的learning pad 有朋友給你的notes 你可以上網找到很多resources 在坊間找到很多書 當然有些同學也會上課 這方面我就會這樣想 與其你問那麼多朋友 拿那麼多東西 要上網花那麼多時間 為什麼不好好地地去報一個課程 去相信你的老師會幫到你合格 因為你要做很多東西 當然 你自己讀也會合格 你說我做很多東西 去分析所有標準 我看完所有的東西 溫溫所有的東西 當然是的 但你要花的時間 成不成為正比呢 你有沒有那麼多時間呢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應付到呢 這個也要衡量 我自己會認為 你如果想一次過合格 不如簡單一點 你看你自己的own materials 會不會好過你問朋友借 然後上網又找一些 又買一些書回來 其實會不會太花太多時間呢 materials都很重要的 最重要就是簡單 而你有理解 然後又可以應用在考試 所以一定是自己的materials 會是最好的 工會的materials 它可以幫助你 因為裡面都有很多的例子 你有一套自己的materials 再加工會的example 當然要加上下面的practice 所謂的practice 就是practice 我們的past paper 我們就想 practice的past paper 要practice多少 十年?五年? 你聽到很多朋友 告訴你 past的同學 他們告訴你 我溫了五年 這個溫十年 這個溫兩年就可以了 當然 我們覺得 越溫得少就越好 因為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但是我們都會講求 想合格 那是不是溫得多就會合格呢? 我們就不要這樣想 我們應該怎樣去 所謂的practice 其實要depends on the topic 譬如有些經常考的 你沒有理由一期 past paper 就算 譬如有些 很久才考一次的 一些懶悶的題目 你都沒有需要花 看二十年的past paper 例如console 每次都考的 你沒有理由不讀 所以在考試前的準備 考試前的心理狀態 你就要離定了 接著真的進入市場 首先告訴自己 要放鬆些 其實所有一切 已經在你掌握之內 首先就是你的自我狀態 早點到市場 之前睡足夠 你的準備功夫做足 吃了早餐後 你心理狀態要放鬆些 帶齊所有的東西 很多時候考試都是這樣的 一開始順 接著就會很順 所以這個心理質素都很重要 你要告訴隔離考試的同學 我準備好了 你的心理質素自然會比隔離高 旁邊可能說帶不齊 這些都會影響到考試 接著 時間的管理 Time management 在考試期間 你想想 有時間的限制 大約一條題目做多少 你應該知道 假設那條題目 是要做三十分鐘 你沒有理由 現在過了十五分鐘 你都未寫到一半 這是不對的 所以在時間管理要做得很好 設定好時間 就要夠時間的話 就要跳去第二條 如果不是你下一條 一直滑下去 你會回答不完 你就會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 緊張 你就做不到效果 還有 記住以下的四個步驟 那四個步驟 我就跟大家用一個簡寫 這個簡寫很容易記的 就是ICAC 第一個 I 就是identify 你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題目說什麼呢 你要identify key issues 他在問什麼 如果你連他在問什麼 你都不知道 你一邊回答都是錯的 第一件事要identify 他在說哪條standard 在問什麼呢 第二 consolidate 所以consolidate 現在的考試 不是只考一條accounting standard 近年的考試 很多時候 會不只考一條 可能是考幾條standard 那你怎樣把 這幾條的standard 去consolidate 去回答這條題目呢 那次序是怎樣呢 應該回答哪條 應該有哪條 不是看到某一個字 就以為只問了那條standard 現在不是這樣的 第三 applications 題目不會那麼淺 他不會叫你背standard 是不是 他不會叫你照抄條standard 現在的考試還哪有得抄呢 是不是 現在的考試是講求 case application 那你想一下 在考試這麼短的時間 你有手拿著這麼多materials 我是不是真的很足夠時間 可以又揭回頭 哪條題目哪裏 絕對不是 所謂的case application 你要很快地想到 那條題目之後 哪條standard 怎樣應用到這個case 當然這些在上課的時候 我都會教大家怎樣做 最後conclusions 看一條題目 會不會問我們一些問題 就是 他會不會做錯了些什麼 現在應該怎樣做 又或者有些什麼要做console 的adjustment 又或者 那條題目叫你comment 一些東西 其實你都應該寫一個conclusions 那你就完整答到那條題目了 所以在市場裏面 你要很清晰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如果你可以跟到以上的步驟去做的話 相信你可以在一期裏面 pass到個examination